4月29号星期六晚上10点左右 一家餐厅接到了一份外卖订单 而订单内容为 但是除了餐点的信息之外 订单中也备注了这样的内容 我是一位未婚妈妈 目前是怀孕的状态 虽然很饿 但现在没有钱 我知道很不要脸 但是想要拜托一下 如果您给我送餐了 我会在下个周末之前将钱汇过去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留言让餐厅老板感到了一丝不安 老板对记者表示 我本来是不会给那些未付款的订单送餐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笔订单让我有点担心 我还对员工们说了 就算这是谎言 就算我是被骗了 我也想要送这笔订单 于是老板就给这位客人打了电话 我们会给您送餐点 请好好享用 之后请您再联系我们 但是这位顾客的声音 听起来年纪非常小 而且他还哭着说了 真的很对不起 在那之后 也一直忘不了这位顾客声音的老板 甚至还希望自己是被骗的 那位根本不是什么未婚妈妈 然后再过了两天 那位客人发来了一条很长的短信 非常感谢您 多亏了您的帮助 我才能够吃到这么好吃的美食 我还没有告诉父母朋友已经怀孕的事情 兼职的地方也被迫停掉了 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才不要脸的向您提出请求的 然后这位客人表示自己已经拿到了钱 并立刻向老板汇了餐费 14500韩币 想要帮助这位未婚妈妈的老板 说服了哽咽地说 怕给您添麻烦的未婚妈妈后 与妻子一起去了他的家 来到家后 老板发现这位客人是 离开父母自己独自生活的19岁的孩子 更加令人惊讶的是 老板认出了这位客人是 几年前经常跟朋友们一起来吃 辣炒年糕的学生 他每次都会大声地向我打招呼 吃完后总是会把桌子整理干净 想起了就是从小来店吃饭的学生 心里突然有了他下来的感觉 为什么偏偏是你呢 然而让老板更伤心的是 打开冰箱后发现 之前给他送来的食物 他都分成了三分装到了保鲜盒里 于是我就问他 为什么要这样分开放 他说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到钱 所以想要非常饿的时候 再拿出来吃 听完后 老板马上亲手做了一锅海带汤给他 而老板的妻子也约好了 会与这位未婚妈妈一起去看妇产课 老板还提出 如果找不到工作的话 哪怕只是做一些简单的食材处理也好 每天来餐厅工作两小时 直到生完孩子 我怕伤到他的自尊 所以非常小心地问了他 没想到他很乐意地回答 如果能有这个机会 一定会努力工作 我想要尽我最大的能力 持续地帮他 直到他安全地生完孩子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这世界还是存在一次光芒的 老板真棒 因为老板善良的心 让我得到了安慰 谢谢您 从一大早就被感动了 希望您一直都能幸福健康 首先善良温暖的老板也很厉害 而懂得道歉感恩的客人也是很厉害 这世界还是温暖的 看这新闻眼泪不断地流 像最近这样的时代 您真的是做了一件好事 谢谢您 可能这位未婚妈妈 因为从小就在这餐厅吃过饭 知道老板的人品怎么样 所以才会这样鼓起勇气的 真的很谢谢这位老板 也希望这位未婚妈妈能够 健康地生下宝宝 所以对于未婚妈妈的这个新闻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